臉書社團上是出現了一則求救貼文 這名男子自稱是高雄人 被騙到遼國來做詐騙 但是他PO文所附上的毆打影片 卻是兩年多前的影像了 所以真偉還需要查證 男子上身赤裸 被人壓在地上 持棍狠揍 不斷發出痛苦哀嚎聲 這段影片出現在臉書社團 標題大大寫著求救兩個字 秀出機票 說他是名高雄人 被騙去遼國做詐騙 飛抵時才知道被賣了 搭配著影片強調 被打得遍體鱗傷 不過在台灣還有案件 寧可回台灣關押 也不願在遼國被淩月致死 不過仔細瞧著PO文 好像怪怪的 光是這段毆打影片 其實早在三年前 LINE群組上頭就不斷瘋傳 PO文的帳號 名稱也是遼國文字 大頭照是名外籍婦女 看起來有點像假帳號 這求救訊息是真是假撲朔迷離 不過高雄警方再三比對後 結果發現13號真的有 受了一起遭遍出國案件 比對PO文機票 疑似就是同一起 那本局男子分局 依規定受以後 立即將被案裡的相關資料 及位置訊息等 緊急來通報外交部 及刑事警察局國際科 進行協阻救援 這則求救PO文 警方還在調查 淚清當中 不過也再三呼籲 切勿相信國外高薪求職 以免真的成了豬仔 恐怕連PO文求救的管道都沒有 記著高雄綜合報導